把這條影片扔進去 然後我們就當作會翻譯一段影片 由一段大概是651Mbps 的 2分50秒的1080p 的影片 把它轉成一個iPhone 4 的影片 可以拿出街去看 待會麻煩你一會幫我按OK的按鈕 麻煩你先 我去這邊開設一個application 它們的分別就是 這邊這部機器是用Discrete Graphics 就是用Media Graphics 我不應該說的 用它們的Coder去做Encoding 在這邊是用我們Intel Cricing Video 配合我們GT2 Graphics去做 大家可以看到差別有多大 同一條影片 我先選這條影片 按這個按鈕 iPhone 4 準備了 麻煩你了 1 1 2 3 開始 好了 大家其實很快可以看到 這裡 我預計它 大約是 那條影片 之前說是2分50 50秒 大約是20幾秒就已經完成了 但是如果那邊用某人牌子的Graphics 應該需要一分幾鐘 那這個差別是很大的 那這邊已經完成了 是22秒而已 不只是不需要 那邊那個呢 仍然是在做的 那他相信 預計是要分幾鐘才完成的 所以那個差別也挺大的 大家覺得這個可以嗎 這個